從屏東買回來的蓮霧 暗紅色的外皮挑出來放桌上的 卻是蒂頭腐爛 還有兩顆外皮化身 頂端一次發霉 箱子裡裝了九顆就壞了六顆 吳小姐彭文分享 從屏東回來路上看到有蓮霧就買 一斤買180元也沒殺價 買了一整箱500元 結果拿出來九顆有六顆都壞掉 她跟我說已經180 我有猶豫一下 我也沒有注意幾顆 最後只有裝了九顆 然後她撿動跟我說530算我500塊 家住台中的吳小姐買的是子彈蓮霧 也叫做蜜蜂蓮蓮霧 通常市價一斤160 路邊賣價180 店家挑好的禮盒 怎麼品質那麼差 路上我怕她熱到 我是有讓她吹冷氣的 所以絕對不是怎麼悶到還是幹嘛 那每一顆都有受傷跟散掉 那蓮霧朋友一出引出超多受害者 有人算了算價格 就是專殺過路客被敲盤子 一顆蓮霧要55元 也有人想說套網子比較漂亮 結果拿出來都是壞的 一箱買過499 結果都是裂果發霉 還塞報紙墊高 超破的呢 一好幾天才有氣啊 有氣的話它都壞掉了也沒辦法 遊客到路邊攤挑水果 踩到地雷不是第一次 切記最好一顆一顆自己挑選 親眼看到最有保障 以免離開有爭議 也講不清 記得張秋馬林這塊 評論不到